梦想 现实和感悟 大家好 我是哈尔里 欢迎来到哈尔里屋 我最近尝试过两次去登记打疫苗 结果都告诉我还没有排到我 然后就打不上了 然后疫苗打不上 不过呢今天我要去做一个COVID-19的测试 哎 疫苗打不上那去做测试干嘛呢 好 待会告诉你 如果你是第一次来看我的视频的话 请关注向我 谢谢 待会儿2点50分的时候 好了 要去CBS去做一个COVID-19的测试 为什么要去做呢 因为这个周六我要去参加一个production 是一个短片的onset 那这个是一个非常low budget 一个非常短的一个短片 是我的一个好朋友的一个短片 是一个车戏在车上的一场戏 那我们选择的是在Warehouse去拍 也就是说是在Warehouse模拟路上的车戏 那为什么要选择在Warehouse去拍这个场景呢 这个片段呢 因为在Warehouse的话 我们很多东西可以控制 当然也可以拍出很逼真的效果 只要我们的灯光 然后我们的摄影 还有还有我们要我们的一些稍微有一些特效 不算太怎么样的特效 其实完全就是怎么样呢 我们这个车会开到我们拍摄的车会开到Warehouse 然后在车的后面的话 我们会用投影去投在那个投影上 把那个街景投在投影上 所以的话 比如说你现在看到我开这个车 我是真实在路上开车 那你会看到 这边有街景 那我就要在这些地方放上投影物 我在背后投影我这个街景上去 然后我实际我的车是在Warehouse不开的 我只在假装在开 这样的话 这个演员就可以比较投入的去表演 当然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戏的话 这场戏的话 男女主角在车上有很多交流 对话对白 然后同时也有比较大的动作 比如说女主角的话 他会去抓他的方向盘 产生一些冲突 这样的话在路上拍都很危险 而且的话成本也非常高 所以的话我们在Warehouse 能够比较从容的去拍我们要拍的 这个所有的thing 这也是我第一次参与这个在studio 相当于Warehouse或studio去拍车的戏 那我也很期待 所以的话因为onsight虽然人不多 但是我们还是要每个人都要做这个COVID-19的测试 然后保证大家都是乘阴性没有问题的话 那所有的kulu才能就是所有的主员才能去onsight 如果你成阳性的话 那就没有办法参加了 虽然现场大家都会戴口罩 但是如果已经很明显你都有带有病毒的话 那肯定就有危险会传给别人 因为演员的话他是不戴口罩的 今天我们就分享这些拜拜